俄乌战争是越来越残酷了 今天俄罗斯南部军区副司令佐科夫 前线被袭击阵亡的消息已经得到多家媒体证实 综合了一下媒体的最新消息 7月11日夜间 佐科夫中将下榻的酒店 被来自英国的暴风阴影巡航导弹精准击中 造成了佐科夫中将以及多名将领身亡 这是乌克兰战争开打迄今 俄罗斯军方损阵亡级别最高的将领 也是俄罗斯开战以来遭遇最大的一次损失 而在俄罗斯南部军区副司令佐科夫中将 被定点清除的背后 有三大可怕内幕已经开始暴露 我综合了一下各方媒体发布的消息 佐科夫中将刚刚下榻预备役的临时指挥中心 乌克兰情报部门就随即掌握了这一信息 并且在凌晨直接出动英国暴风阴影巡航导弹 躲过俄罗斯的雷达以及反导系统 精准命中酒店 以至佐科夫中将重伤身亡 另有多名俄罗斯将领阵亡 我们再联想到前一段时间 俄罗斯一名副总理到赫尔松前线视察灾情 刚离开前有几分钟 英国的暴风阴影巡航导弹就到了 在美国和北约支持之下的乌克兰情报已经愈加精确 甚至已经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 这一点俄罗斯一定要做好防范了 再者 英国暴风阴影巡航导弹 已经多次突破俄罗斯的防空系统 证明 俄罗斯在低空导弹的防空领域还存在缺陷 反导能力亟待加强 还有一点耐人寻味的是 有传言声称俄罗斯58军军长波波夫 因为戒严58军现在前线的真实情况而被解职 多家媒体称俄罗斯58军军长波波夫少将 尚书少依谷和格拉西木夫上将 抱怨58军在前线装备不足 尤其是在扎波罗热战场形势艰难 希望获得更多的支持 但是随即就遭到了解职 佐科夫中将是来代替被解职的58军军长波波夫 只不过刚到前线就遭到了乌克兰的巡航导弹的袭击 也不禁让人怀疑 这其中有没有内鬼故意给乌克兰通风报信 佐科夫中将是普京喜爱的汉将 俄罗斯国防部派他前来代替58军军长 也显示出俄罗斯总统普京对58军的重视程度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佐科夫刚刚下榻酒店就遭遇到了乌克兰定点清除 我们在联想到此前 瓦格纳兵变涉嫌牵扯其中的俄罗斯空军司令 末日将军苏罗维金现在还在休假失联 同时传言南方司令部有多名将领牵扯其中 由此可见俄罗斯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如今俄罗斯大敌当前 如果再有内部争斗因素在里面 那么俄罗斯的58军真的就危险了 要知道 俄罗斯58军可是俄罗斯最嫡系的部队 也是最能打的部队 一直坚持在南部赫尔松地区驻扎 并且承担了回原扎波罗热的任务 在最近乌克兰发动的一系列反攻战当中 俄罗斯58军都表现神勇 一次又一次挫败了乌克兰在赫尔松的反攻行动 并且在最艰难的扎波罗热前线 抵挡住了乌克兰的一波又一波的猛烈进攻 打得势可圈可点 如果这支最能打的部队内部出现问题 或者真的如外界所传闻的那样疲惫不堪 那么这对俄罗斯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 瓦格纳兵变仅仅是有雇佣兵队伍的兵变 并不影响俄罗斯军队的大体稳定 但是如果说就连俄罗斯这支最嫡系的部队 也是问题重重的话 那么接下来考验俄罗斯的还在后边 我们开头给大家说过 战争都是残酷的 前一段时间 俄罗斯精准清楚了 乌克兰在顿巴斯的一个前线指挥所 斩首了多名乌克兰军官 这其中包括两名乌克兰将军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更是首次披露 在乌克兰进行40天的大反攻里 更是已经造成了26000名乌军阵亡 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数据 而如今俄罗斯南方军区副司令 佐科夫袭击阵亡 也都在表明着这场战争的残酷性 随着俄乌双方在极数弹药的对攻大战 以及乌克兰F16战斗机的到来 可能这场战争的残酷性也才刚刚开始 目前乌克兰期待的北约邀请入盟依然没有发生 这让泽连斯基非常失望 不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值得关注 一向对援助乌克兰并不积极的法国 竟然宣布了向乌克兰援助法国版风暴阴影的决定 这意味着法国继英国之后 成为了第二个援助远程导弹的国家 法国为何突然做出这个决定 第一对于法国而言 如果俄罗斯一直处于强势地位 法国不可能向乌克兰援助重量级杀伤性武器 尤其是空中远程打击武器 这种对于俄罗斯而言威胁非常大 法国自然会担心俄罗斯做出激烈的反应 但是在英国援助乌克兰风暴阴影之后 俄罗斯并没有做出针对性的报复 当然法国提出这样的援助 也和北约没有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 而在武器装备领域增加援助满足乌克兰诉求有关系 法国此举显然会造成北约尤其是欧盟国家 对乌克兰新一轮的远程武器援助 在炮弹领域援助乏力的背景下 北约自然希望再有更多武器库存的领域 向乌克兰表达支持 这也从侧面说明 北约现在对援助乌克兰什么武器的选择越来越小 在F16战斗机没有援助到乌克兰之前 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手段越来越少 纵使法国向乌克兰援助风暴阴影 也并不能改变什么 第二 马克龙在乌克兰发起反攻之际就说过 乌克兰的反攻会持续很长时间 一切都是计划好的 这说明法国肯定知道乌克兰发起反攻这事 甚至说乌克兰的反攻计划 可能是乌克兰和北约共同谋定的 之所以北约没有放弃对乌克兰反攻的支持 很大程度是因为俄罗斯短时间 并没有瓦解乌克兰的反攻势头 这让北约看到了俄罗斯的虚弱 西方世界之所以一直支持乌克兰 很大的原因仍然是西方人觉得 如果乌克兰输了就是西方输了 所以俄罗斯要想乌克兰认输 就要快准狠地打掉所有北约的援助武器 声称对乌克兰去军事化成功 这种论调完全是俄罗斯的一厢情愿 乌克兰手里没有苏式武器就叫去军事化了 乌克兰手里的装备全部西化 实际上是更可怕的 因为俄罗斯对西方武器的了解 显然不能比对苏式武器的了解更强 所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去军事化根本没有完成 前几天亚素营的指挥官还被土耳其放回乌克兰 这说明北约国家都开始向乌克兰示好 以期在俄乌冲突结束后 对乌克兰有更多的利益分配 所以种种信息和迹象表明 西方认为俄罗斯不可能拿出 什么有用的报复手段来回击西方 或者说乌克兰可能会发起更加猛烈的反攻 不然北约一再向乌克兰示好的意义何在 第三 法国一直对援助乌克兰都不够积极 在美国和德国相继做出 援助乌克兰更多步兵战车和坦克之计 作为北约的重要成员国 法国不可能无动于衷 这对于法国而言不单单是地缘博弈的事情 还关乎面子的问题 不要以为这些国家援助乌克兰 是真相信乌克兰能打败俄罗斯 实际上北约国家心里也没底 持续的消耗 双方斗争的成本持续增加 已经成为了俄乌冲突的主旋律 从整个俄乌冲突看 法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实际上慢慢在发生改变 一来是俄罗斯的确没有给法国和德国面子 二来是法德两国要稳固自己的欧盟大佬地位 就不能违背一些国家的意愿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俄罗斯没有能力解决乌克兰问题 这一点是根本原因 如果普京早早对乌克兰实行了去军事化 切断了北约和乌克兰的联系 哪还有如今这个局面 这边是军事化的机会